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黄小雷表演完歌曲 谈笑一声后 到了拉票环节 在轮到王兴玲自我介绍时 由于王兴玲人气爆棚 底下观众都在喊王兴玲的名字 有种个人演唱会的及时感 一旁的谢娜 为让观众安静下来 做出停止的手势 在大家静下来后 谢娜突口而出一句 一直在喊王兴玲的叔叔 听到了听到了 谢娜这句话一出 瞬间遭到许多人不满 怀疑谢娜是在内涵王兴玲的年纪 接下来王兴玲的反应 让全场陷入尴尬 王兴玲并没有接梗 而是尴尬的抓了抓脸 表情非常的不自在 想必谢娜这句叔叔 也让王兴玲觉得尴尬 不得不说 谢娜这番话确实有点欠欠考虑 不过也有可能是在开玩笑 毕竟谢娜性格心直口快 在我们印象当中 谢娜一直都是有点 疯疯癫癫癫的主持风格 当然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才那么喜欢她 但是在浪姐的舞台上 谢娜一反常态 着装大方 表现得体 但是在主持的过程中 犯下了五次明显的错误 实在是美中不足 在主持浪姐的过程中 我们能感受到 谢娜一直在做改变 虽然在需要一个 轻松环境的时候 她会适当的活跃气氛 但是在需要一个 严肃的氛围时 她也能够迅速 转变自己的态度 变得严肃认真 这一点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但是在谢娜主持的过程中 却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汉字的正确读音 在整个浪姐的主持过程中 谢娜因为汉字的读音 犯了已经不止一次的错误 在比赛之初 谢娜在介绍参赛姐姐的资料时 当说到家喻户晓的时候 她念的是第二音 但是这个字的正确读音 应该是第四音才对 在选歌的过程当中 当谢娜说到情节效的时候 她念的是第二个音 然而这个音同样是第四音 此外 她还将来袭 将为两大同盟最终成绩 一秀一头送这几个字都念错了 对于这几个明显的错误 也能够让我们看出 谢娜的主持功底的确存在不足 她的主持基本功还是有所欠缺 如果说这几个词都是不常见的生辟字 还说的过去 但是这些词都是非常常见的 一般人是不应该犯下这样的错误 当然 以往在快乐家族的主持过程中 很多人都是以欢乐为主 可能对于咬文嚼字这一方面 并没有过多的关注 但是 如今面对快乐家族的解散 没有了何种的庇护 谢娜想要独自一人 闯出一片天地的话 那么这种小问题 真的是不应该发生 当然 抛开这些小问题 谢娜的确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但是 如果把这个问题克服的话 相信她以后能够越来越好 走得越来越远 谢谢大家